美国之音记者张楠从北京发来的报道说 重庆民间学者王康认为 英国商人尼尔伍德命案 而引发的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 进入美国领馆事件 客观上正面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因此应该给予王立军特赦 王康在重庆接受美国之音记者 采访的时候说 薄熙来开口毛主席长 闭口毛主席短 是个言必称毛泽东的人 他被赶下台 扭转了中国的危险道路 真是人民大幸 国家大幸 也是共产党的大幸 在这个意义上 王立军正面影响了 中国的历史进程 我相信将来中央领导人 会持和我一样的看法 如果他们有这种看法 王立军应该得到特赦 王康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想要避免薄熙来 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社会有很多问题 很多分歧 很多危机 而解决这些问题别无他途 只能像温家宝总理 所强调的那样 积极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